赛季开始后,不少低薪球员希望能够得到机会上场 打出精彩的表现,好让自己签下更大的合同 挣到更多的钱,而有些球员已经做到了这点 他们的薪水虽然不高,但是表现很是出色 在联盟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前途光明,本文就盘点本赛季低薪高能的球员 第十,李福斯 李福斯在休赛期和胡仁签下了4年5383万美元的合同 本赛季年薪1202万美元 胡仁能够以这样的合同签下李福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 因为在李福斯续约前 有很多球队愿意付出年薪2000万美元的合同 但李福斯还是匠心留队了 而他的表现依旧精彩 场均15点3分4.9助攻4.7篮板 是胡仁队内的第三选择 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李福斯打出了2000万年薪球员的表现 第九,科比怀特 怀特在休赛期和公牛签下了3年3600万美元的合同 虽然怀特上赛季才长均9分 但他身上的潜力是公牛敢于给这份合同的原因 在拉文受伤后 怀特的状态非常出色 已经成为了球队的进攻强点 场均贡献17.6分4.9助攻 和怀特的合同相比 怀特的表现就十分高能了 如果不受伤并影响 怀特未来的表现会更精彩 他的合同也更超值了 第八,凯斯勒 凯斯勒是22年的新秀 是一个高大的中锋 身高2.13米 进攻能力较为一般 但是防守能力很出色 绝世因此给了他不少的机会 让他出战 凯斯勒的年薪只有283万 但是他场均贡献8.7分8.3篮板2.8盖帽 在盖帽榜上 凯斯勒排在第三名 绝世这次真的是选对人了 精心培养一下 22岁的凯斯勒 能够成为顶级篮领球员 第七,克拉克斯顿 克拉克斯顿19年就加入了联盟 生涯初期 机会不多 表现一般 但克拉克斯顿抓住了不多的机会 让篮网给他了一份短约 两年1725万美元 本赛季的篮网走在了重建的路上 克拉克斯顿的机会多了 表现也更好了 场均11.7分9.5篮板2.5盖帽 表现很不错 将这个状态保持住了 克拉克斯顿就能拿到长约和高薪了 第六,马克·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是22年的15号秀 今年是他NBA生涯的第二年 去年他是一个替补 但凭着休赛期的苦练 掌球了的威廉姆斯 本赛季已经是黄蜂的首发球员了 威廉姆斯的表现也对得起球队的信任 场均贡献12.7分9.7篮板1.1盖帽 跟他390万的年薪比起来 威廉姆斯的表现真的是非常高能了 继续下去的话 黄蜂就要考虑提前续约了 第五,巴雷特 巴雷特作为19年选秀大会的三号秀 自然是被尼克斯重视了 给了他很多的机会 而巴雷特的表现也很不错 在本赛季打得很出色 今年的尼克斯对比去年有了些进步 原因之一就是巴雷特打出了低薪高能表现 场均18.5分4篮板2.5助攻 但巴雷特接下来几个赛季的形式就很高了 尼克斯需要抓住机会利用好巴雷特 不然巴雷特的高薪水就可能拖累球队了 第四,申晶 申晶在被火箭选中时 签了一份四年1555万的新秀合同 火箭对申晶还是颇有信心的 但肯定没有预料到申晶进步的如此之快 本赛季的申晶在攻防两端的作用都远超他的年薪 场均19.8分9.2篮板5.2助攻 如果申晶保持这个状态 他的下份合同就要年薪过2000万了 火箭想留下申晶也需要花大价钱了 第三,弗朗茨瓦格纳 瓦格纳来自德国 21年登上NBA的舞台 新秀赛季打得就不错 入选了最佳新秀阵容 本赛季是他第三个NBA赛季 上赛季的瓦格纳表现就不错 但这个赛季的瓦格纳表现更为惊艳 和魔术的出色战绩相辅相成 场均20.4分4助攻的表现 所以让瓦格纳竞选一下全明星资格了 而瓦格纳的年薪才525万 第二,班凯罗 魔术本赛季能够在东部名列前茅 除了瓦格纳兄弟发挥出色战 状元秀班凯罗的发挥也有很大的作用 虽然他名气不大 但实力很强 班凯罗的特点是全面 能攻能传 他本赛季的数据也证明了这点 场均20.7分4.5助攻 像班凯罗这样能里能外 还会传球的大个子真的不多了 而且他的年薪为1105万 休赛期 魔术就要跟班凯罗谈谈续约的问题了 第一,坎梅伦托马斯 托马斯是21年选秀大会的新秀 在篮网送走多兰特之后 托马斯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而他将机会转化为了表现 给自己打出了身价 托马斯本赛季场均24.1分2.4助攻 年薪为224万 性价比非常高 就算篮网最后没有留下托马斯 凭这本赛季打出来的表现 托马斯也能够在NBA拿到一份年薪千万的合同了 喜欢篮球的 点赞关注走一波 欢迎关注此号 获取体育视频直播和NBA历年录像回放 互据 一位 写